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鼓励他 让他能够发挥潜力 内心相当感谢老师 所以我后来有点演讲能力 有点台风 就是在安乐国小栽培 才能够后来去当电视记者 去当主播 能够去竞选 现在当上台中市长 就是在安乐国小的栽培 谢国良与卢秀燕两位市长和所有贵宾一起切蛋糕 祝贺走过百年的安乐国小 也参观时光隧道的老照片 那现在看到很多老照片 大概就是我那个时代的 非常可爱 我记得安乐国小以前的棒球队都很强 对 所以我刚才有特别提到 然后学校的武艺也很均衡 是一所好学校 那出于殷材无数 所以这个 我毕业到现在几乎都没有回来过 所以又常常回来激动 可是因为公务繁忙 我当然回来一下 就事情办 我就离开 所以好像没有回来过学校 所以今天回到学校 小时候的那个印象都跑出来了 很高兴今天回来 感觉非常的开心 尤其又有我们的杰柱校友 我们的卢秀燕 秀燕姐 台中市长 他也是安乐国小的杰柱校友 给他回来这个 回忆一下这个安乐国小的点点滴滴 觉得作欲了很多这个英才 因为今天有很多很棒的杰柱校友 例如张炳黄 张大师等等 所以我们诚心的给学校 百年的这个校庆的一个很诚心的祝福 希望在萧校长的带领之下 学校以后越棒越好 作为更多的台中市长 这场安乐国小百年校庆的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多位基隆市议员 还有来自各界的杰柱校友 有企业界 音乐界 艺术界和教育界 大家都抱着感恩的心回到某校参加校庆 今年的年初 我们的校长 透过林志燕校长跟我讲说 要我来 回来这个一百年校庆 然后也担任这个杰柱校友 一下子把我的思绪 那么就拉回了六十几年前 在这里读书的 这样子的一个时光 所以我在这里我想也不敢多说 我只有一个感谢感恩 我带着加油喜事的心情 我感谢天今天给我这么好的日子 感谢地给我们这么好的学习环境 感谢祠云寺一百年的好邻居 关心佛祖长期的庇佑 让我们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 长期协助校务发展的众多单位 与祠云寺主委李玲宝玉 也亲自到场祝贺百年校庆 市长谢国良也勉励安乐国小同学们 带着大家的关心与祝福 用功读书 迎向精彩的人生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农历四月初八是佛诞节 基隆慈云寺举办御佛法会 今年疫情趋缓 不少信徒前来御佛祈福 庙方还特别设置了一座百年的御佛亭 供民众御佛洗涤心灵 民众双手合时来到御佛亭前 跪拜祈福 向佛祖行礼 正确的御佛是以香汤进水 从佛陀太子神像肩膀浇灌 基隆慈云寺这座御佛亭 不说您不知道 已经有百年历史 不仅雕刻庄严 庙方保存相当完整 我们这个区域市的御佛亭 已经有101年 保存得很好 那个我们不需要说 再上油漆还是什么亮光的 一年拿出来御佛一次 收起来用的时候 干部擦一擦 你看多 将来是个国宝 看来 雕得非常精细 今年疫情趋款 基隆慈云寺举办御佛法会 在庄严的送金声中 信徒跟着队伍 双手合时 前程祈福 跟疫情次后比起来 人已经少很多了 对少很多了 对对对 可能今天是上班时间 所以人比较少一点 求身体健康 全家都平安 大家健康 很开心啊 就是 因为我也有信佛 都有在学习啊 初一师傅都会来这边 念佛拜颤 因为虽然不是假日 可是 因为也是很多人 来这边御佛 还有那个 御佛的意思是说 把那个 整个年的那个 我们的运气啊 贪 增磁 佛教佛教 我们的释下模拟 要 要 浴佛要从那个 肩膀上 洗下去 不能 不能绕在头上 庙方贴心准备 一大桶的佛水 工信徒取用 这些用干草 肉桂 及冰糖等中药材 熬出的佛水 喝了可以保平安 一年才有一次可以拿 真的很好啊 我每年都有来拿 去年都是两年有疫情的关系啊 没有 都没有来拿 我拿一瓶要拿到高雄去 冷餐年都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 我们有 有 有煮那个 那个 浴火 浴火水 可是不能带回去吃 今年可以 里面是柜子 还有那个 薄荷 有很多那个 还有什么 冰糖 很多那个 很好的中药材 去熬的 很香 很香 所以咱们 很多信众都带回去 佛旦节 信徒参加 送金祈福仪式 藉由庄严的玉佛仪式 来洗涤身心灵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金融市安乐区 某国校11名学生 喝了营养午餐 提供的鲜乳后 出现了身体不适 分别送往金融常根 及部立金融医院 金融市长谢国良 教育处长刘美兰 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探视学生 强调校方已经启动 疑似食物中毒的处理流程 急诊室里头 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 准备领药回家休养 原来上午学生在喝了 营养午餐提供的鲜奶 陆续出现身体不适 被学校送到医院 说有一点不舒服 那现在情况呢 看精神还不错 这起校园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发生在26号上午 学生喝了牛奶 觉得有异味通知老师 随后陆续有11位学生 出现了恶心想吐 肚子疼痛等症状 大概在8点多9点的时候 我们有接到班级老师反应 有几位孩子 因为我们今天是喝鲜奶的日子 那 学生喝完鲜奶之后 有几位反应说不舒服 那我们就紧急处理 那除了进行销案通报之外 那处长也指示我们 一定要妥善请政来处理 那我们当下就把不舒服 身体有益的学生先饥饿起来 那全校的鲜奶 如果还没喝的 我们都请 就暂时免治饮用 那这十位 我们目前是11位孩子 有7位在 有7位在长庚 有4位在务立基隆医院 那目前呢 都是处于观察的阶段 目前孩子的身体状况都还好 那后续的一些视频 检验的部分 我们今天早上也立刻通知厂商住校 那协助处理后续 金融市长谢国良 教育处长刘美兰在第一时间 从议会赶到医院 探视身体不是学生 在探视完学生之后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会追查原因 依照卫生法规一定会开发研办 有一些已经好很多 然后有一些 稍微反映一下 还有一些疼痛 我们会依法会调查清楚 那如果是他们的责任的话 那我们会按照卫生相关的法规 一定会开发 那也会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都是三年级的孩子 在早上吃到 喝到这些 有味道的牛奶之后 其实立刻跟学校端的反应 那学校端也立刻 去做一个相关的调查之后 那把这些乳制品的部分 都已经有做了一些回收的处理 所以目前依照各个孩子的状况 那学校端有包括也派出社工 还有一些相关的主任们 来做一些协处 那务必让孩子的健康 得到第一时间的一个守护 那在那个乳品的部分 我们有除了刚刚处长讲的留下来之外 我们也有送相关的病原菌的化验 然后病原菌化验的结果 我们会根据市民安全卫生法 如果有验出一些 会造成疾病的病原菌 会处以罚缓 那这个部分 会根据后续检验的结果做厘清 11名身体不适的学生 经过医师诊查 开立症状缓解治疗药物之后 身体上没有大碍 市长谢国良提醒学生 要好好休养 并和同学相约 再到学校探视同学 记者 黄少铭基隆报道 而这11位学生 紧急送医治疗后 大多平安回家 市议会教育小组的议员 就非常的关心 特地邀请国小的校长 教育处长 及卫生局长 报告相关的处理情况 安乐区某国小十多位学生 传出疑似饮饮养午餐的牛奶 导致食物中毒事件 虽然紧急送医治疗后 大多平安返家 市长谢国良 也亲自到医院关心 不过基隆市议会议员 林佩祥、郑凯琴、秦真 呂美玲以及张耿辉 特别是教育小组议员们 非常关心这件事 邀请国小校长 市政府教育处长 以及卫生局长 报告相关处理情况 我们教育小组 也希望我们 我们刘处长 在未来的整个 一定要彻底的要求 这些我们的第一现场 一定要好好的把关 这个评管问题 绝对不能忽视 尤其夏天即将来临的 很多的一些食品的话 尤其今天不幸中的大幸 教育处长 刘美兰表示 如果最后查出 是供应的厂商出问题 会依照规定处理 那这个是属于有定期 跟不定期的区块 那食材如果发生 发现相关的问题 我们产发处 跟卫生局 还有动保处 会依照食材的不同 然后来介入 相关的一个 审查以及处理 那当然如果违反了 相关的规定的部分 那厂商的话 除了祭典之外 有罚款 那最高的部分 可以到达解约 卫生局长张贤政则表示 会在采集的 减体上培养细菌 至少要7天的时间 确认是哪种饮料 或食物出现问题 如果没有 将调查是否 在运送过程中出现问题 当然如果 我们有养出病原菌来 那我觉得就到时候 在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比较能够去做 这样子的判断 那如果没有养出 病原菌来 那就要看我们在这个 运送的过程 跟存放的过程 是不是有找出一些 可以改善的空间 所以如果真的有 养出细菌 那我们大概在这个星期内 会知道 比较明确的原因 那如果没有养出细菌 就看我们在 目前同步在进行中的 这些输送跟 存放的过程的调查 是不是有找出一些问题来 市议会教育小组议员们 希望市政府 可以调查清楚 让家长和学生安心 避免再次发生 类似的情况 特别是已经进入夏天 如何确保食物 以及饮料的卫生安全 非常重要 佩祥在这边是呼吁 除了说夏天的时候 这个食安问题 会特别多之外 那我们相关采购的事情 有关采购的规范 还有采购的一些 未来的一些 我们厂商的严选 这些全部都会纳入考量 那我们也建议 我们金融市政府 在未来在食安这块 我们能够来严格把关 毕竟来讲 说现在在金融市 我们已经出了半年的 半年以来 出了两次像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那难免人家会对我们的期待 会比较高一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耗资800多万元的 地内国小操场 终于整建完成 一项为母校建设 尽心尽力的市议员林敏勋 特地回到地内国小参观 也为学弟妹们感到开心 地内国小各年级小朋友 在新操场上 挥瀚练习跳舞跳的卖力 迎接校庆的到来 判了好久 耗资800多万元的 暖暖地内国小操场 终于整建完成 换栏一新 以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让我们整个操场 包括球场都完成了 让我们学生的活动空间 会越来越多 而且经过我们整个 摊台的整建 也可以提供家长下班 或是假日的一个活动场域 新操场整建总经费 中央补助九成 市政府负担一成左右 为地内国小操场换新装 一向为母校建设 尽心尽力的市议员林敏勋 特地回到地内国小关心 从他在这里念小学 到成为市议员 终于换了新操场 也为小学弟小学妹们感到开心 那整个场地大概800多万 那感谢我们中央蔡委员 以及我们地方 那个市长及我们校长 这边教育处 这边来一起通力合作 那敏勋这边呢 也特别 先前有来看过 那现在这边 因为这个跑道 破检相当严重 那这个跑道是从敏勋在 因为我小学 直接是我的母校 通过小学的时候 操场好像就 一度以来 都是感觉就是破破烂烂 那感谢黄校长这边 上岸之后 积极争取 那我们现在总算有一个 新的跑谈论 那校长这边也是OK 就是说未来 我们这个场域呢 会比照这个 我们的西国小一样 就是以校园为核心 那浓入社区 创造更好 那所以说 未来这个地方呢 在周末的时候 或是频率晚上的时候 会来有限度的来开放 而最高兴的莫过于是 学生家长 家长会长柳怡安 和副会长仁秋杰 代表家长们 特别感谢学校 和林敏勋议员 没有一个像样的操场 能让孩子们 可以尽情的跑步 尽情的在操场上玩耍 这个是我们全校之福 也谢谢校长 还有艺座 明星艺座的帮忙 让我们操场 能提前的完工 除了有全新的跑道 以及看台 全新铺设 具有弹性的人工草皮 也相当吸睛 除了美化整体操场环境 也让小朋友和老师 在上面活动时 更不容易受伤 保障师生的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自己 又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我们家人 时间就该留给我们珍惜的人 现在缴纳房屋税非常快速 只要扫描 缴款输上QR Code就能完成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可以自由选择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112年房屋税开征 智慧缴纳有够顺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表现出来 海客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新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金融市信义区东信路经常爆管漏水 民众担心陆基受影响会出现天坑的问题 市议员韩世玉就办理现场会刊 要求水公司提出办法 防止漏水的问题一再发生 针对信义区东信路漏水问题层出不穷 市议员韩世玉邀请水公司 第一区管理处现场会刊 要求水公司务必要重视这个问题 尤其我们争取了非常久 前两三年才好不容易 太换完整个东信路的管线 那为什么漏水率还是仍然居高不下 而且每一年一天到晚 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东信路上面 总是会有一些沟盖 或者是人孔盖 沟曲会无端的冒出水出来 我之所以呢 市议要办这个会刊呢 在于说我们前几天 竹北呢 也发生了一个 疑似天坑的事件 一辆车辆 就立刻的 马上的 就掉下去 那这个事情的话 如果万一 发生 不幸的发生在我们基隆这边 那情何以堪 尤其呢 我们现在 一直又在推 所谓的陆瓶专案 那陆瓶专案 我们讲陆瓶陆瓶 今天这边漏一块 那边漏水一块 其实呢 都会造成 下面的地基 有塌陷的状况 有掏空的状况 因为我们公司目前有 准备采用所谓新的科技检陋方式 它是利用噪音记录去 去了解 每一个漏水管断回溯回来的资讯 那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方式 另外我们也跟公园院 有一个所谓的AI 听音检陋 它把这些资料收集之后 送到公园院去做分析 然后可以加速的精准的定位出 我们的漏水点 这种双重齐下的状态之下 那我相信我们以基庸市东信路 这个区域来讲 应该会有改善的作为 那另外刚才有提到 我们目前有另外采购一个 所谓的内饰镜 那是小型的内饰镜 其实可以针对用户馆 20口径以上的 都可以从水表的位置 反推回去到我们的配水板线 也可以精准的检测出 它的漏水点所在的位置 我相信这些科技的东西 运用会加速 会改善我们基庸地区 全基庸市地区 不仅只有东兴路信义区而已 都会对漏水有所改善 所以市域建议 强烈的要求 我们市政府 要求我们的赤卵水公司 应该要负起整个责任 无论你是用科技方面的 或者是用各种方式 去做减漏 或者是乃至于呢 整体的态换管线 主要都是要降低漏水率 那为什么漏水率还是降不下来 这个要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原因 而且呢漏水率降不下来以外 除了浪费我们的水资源 还有可能 而且呢是绝对的会影响 我们基隆市的路面平整的这个问题 由于一再漏水严重 影响东信路的路面品质 也浪费水资源 市议员韩世玉 也请市政府加强监督水公司 希望彻底改善漏水问题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法国艺术家Bakila 来基隆交流 特别在镇冰渔港写身的作品 送给基隆市长谢国良 表达对基隆各界的感谢 画面上这位法国艺术家 特别把他在镇冰渔港写身的作品 送给基隆市长谢国良 以表达对基隆各界的感谢 这次法国艺术家 来到基隆进行文化艺术交流 获得很大的回响 对基隆这个港都城市 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个是就是法国艺术家Bakila 他亲自在我们基隆正兵渔港那边的和平桥 然后看到我们基隆的风景 然后光影的变化 亲自在那边写声 那特别有意义 所以就是送给市长 然后作为纪念 感谢师傅 基隆市长谢国良跟文化局长江廷梅 特别跟这位法国艺术家来会面交流 而策展人于家方是旅法的艺术家 这次特别迎接他来故乡基隆 也希望能够促进基隆重新成为 异国文化交流融合点 这一点市长谢国良也相当认同 希望基隆青年回乡一起来推动 画作来跟我们分享 那能够远从法国回来 我们非常感谢 那能够替法国的艺术界跟我们基隆 搭起座桥梁 很感谢刚刚送给我的画作 那我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 包括法国及欧洲在内的更多的画家 跟艺术界的朋友能够来基隆交流 我在前两天欧洲商会的年会晚会里面 我旁边同桌及旁边就做了 英国瑞士芬兰跟瑞典的代表 我也亲自都邀请他们一一分别 未来来到基隆吃小吃 然后大家做更多的欧洲的交流 所以我们很期待更多欧洲的朋友 可以跟基隆发生更多美好的商务及文化的合作 我听了我自己本身也很感动 他就讲到我们基隆 我们台湾人的人情位 只要我们遇到一些状况 马上马上帮我们处理 马上那个人情位之 让这个法国来的 远道而来的朋友 那真的是有受从若惊的感觉 对就是我们台湾人情位 无时无刻全力协助 全力帮忙 超级感谢大家 基隆是台湾的国际港 过去就是台湾与国际文化接轨的最初口岸 许多异国文化已经深入社区的底层跟人文生活 希望未来透过更多的异国交流 展现基隆浓厚的人情位 让更多国际友人看见基隆在地人文的美好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新吃争 送回来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 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是编辑 有字有图 有标题 越耸动 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 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 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 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 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 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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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佳琪谈关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限